欢迎来到我的2023年的上半年的相机盘点专场 我是迪迪 那老规矩 今天我还是会按照预算和使用场景 给大家推荐24款非常棒的相机 那每个场景下 我还会基于这些相机的优缺点 和我自己的真实体验 给出一个最佳的相机推荐型号 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需要说明的就是我的推荐中 不包含单反相机 不包含二手相机 不包含停产的或者是冷门的相机 那我的价格都是以官方售价为准的 我推荐的这所有的相机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或是租或是借来的 没有任何的广告植入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观看 那我下次做这样的视频 就要到今年的11月份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的后台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1000块钱左右的相机推荐 那如果回到十几年前的话 这个价位确实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随着手机拍摄性能的不断提升 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厂商 开发这个价位的相机了 因为即使做出来 画质也比不上手机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真的比较有限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是 要不然用这笔钱买一台拍照性能好的手机 要不然就再攒一下钱买一台真正的相机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被这些只卖几百块钱的 长得像相机的标的参数 又非常夸张的某些过程品牌给欺骗了 相信我 这些相机不值得你为它掏一分钱 运动相机的优势是体积小巧 防守好 可以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进行工作 就比如我最近开始喜欢上爬山 才意识到运动相机在户外是多么的好用 过去这半年时间里 运动相机领域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产品 还是GoPro 11 Action 3 以及Instagram 301X 三分天下 GoPro 11是这个老牌运动相机品牌的最新产品 外观设计相比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更多的是拍摄性能的略微提升 给我一种开始吃老本的感觉 尽管我会抱怨它的交互不好用 触摸屏容易卡顿 长时间拍4K会过热关机 但是论用拍摄性能 它依然是运动相机里边的一哥 拥有着强大的品牌光环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今年的GoPro 12是会继续的解压高 还是会放一个大招 Action 3是一款痛改前非的产品 在经历了二代激进的模块化设计之后 大家重新回到了这种经典的运动相机造型 那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 Action 3是一款非常务实的产品 可以稳定的拍摄4K6帧不过热 支持在低温和深水下拍摄 有便捷的磁吸卡扣 前后屏的交互相比一代也更加的成熟和完整 要说问题的话 就是在发售初期经历了一个 因为固件导致的画面模糊问题 但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很期待大家未来可以做一个 1英寸版本的Action Insta360 ONE X是一台全景相机 也就是说它在拍摄时 可以记录相机周围360度的画面 这就让它非常适合 用来拍摄一些来不及构图的瞬间 比如滑雪 骑行 冲浪等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 全景视频如果想要变成普通的视频 就需要你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二次的剪辑 它的画质相比主流的运动相机也会稍微差一些 所以要不要使用全景相机 还是要看你的拍摄场景 但X3这台相机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全景相机 而且它还支持普通的非全景视频的拍摄 上面这三个相机里边 我最推荐的是大疆的Action 3 虽然它的性能不是最强的 但是从实用性和性价比几个角度看的话 我觉得它是最适合新手购买的运动相机 1英寸卡片机的画质 是要远远好与运动相机 通常支持光学变焦 体积小巧很适合随身携带 所以这类相机很适合在城市里使用 来进行一些日常化的记录 也就是vlog 那再次入选这个使用场景的两台相机 我估计大家的耳朵都能听出简子来了 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佳能GTX Mark III和索尼的ZV-1 这两台相机都是很热门的vlog相机 佳能拍人好看 防抖好 操作简单 但是有一个一直被大家诟病的问题 也就是对焦拉垮 那索尼这边画质好 对焦好 但是防抖和操作会让人心情烦躁 所以索尼去年推出了一款新产品 ZV-1F 试图解决ZV-1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改变就是把变焦镜头 变成了一个20毫米的广角镜头 加上了好用的触摸菜单 卖的也更便宜 想要进一步的下探vlog市场 但是对机身功能的过度厌割 以及提升甚微的自拍视角 让这台相机并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浪 那我原本以为今年的推荐就到这里了 结果没有想到 好戏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前几天 佳能突然发布了一台定位vlog的相机 PowerShot V10 这台相机抛弃了G7X那样卡片机的造型 改成了这种手机一样的纵向设计 更适合手持 19毫米的超广角镜头 更好的麦克风 自带支架 都是为了更方便的拍vlog 虽然我没有等到期待的G7X4 但我还是很好奇 这台新相机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 索尼ZV-1M2是基于ZV-1的一次大升级 机身的拍摄性能虽然保持不变 但是加上了好用的触摸菜单 而最大的改变是这颗等效全幅的 18-50的超广角边缴镜头 可以同时兼顾自拍和特写 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镜头焦段 很有可能成为一台热门的vlog相机 那上面这五台相机 其中三台我都买过 另外两台 未来我也会买来给大家做视频 如果你现在特别着急的话 我会推荐你选择索尼的ZV-1 它是目前你能买到的最好的vlog卡片机 但我还是建议你能等的话 等一等 因为新出的这两台vlog相机 看着都挺有一手的 不用着急 半画幅相机是非常适合 初学者入门摄影的类型 它的画质很好 可以更换镜头 体积相对小巧 而且机身和镜头的价格也相对便宜 那本次入围这个分类的相机 一共有四台 佳能R7依然是万元以下 性能最强的半画幅旗舰机 照片像素有3000万 拥有变态的连拍速度 视频最高可以拍到4K60 以及7K超载到4K的超高画质 对焦 防抖 操控 续航都非常的优秀 缺点就是作为一台半画幅相机 它的体积稍微大了一些 暂时缺少好用的超广角镜头 不过已经有传言 佳能快要发新的RF-S镜头了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佳能R10相当于佳能R7的低配版 体积更小 当然性能相比R7也有所下降 它的照片像素只有2000万 视频只能拍到4K30帧 没有防抖 没有大电池 没有双卡槽 定价当然也更便宜 所以这个相机更适合那些预算有限 对拍摄没有太专业要求的朋友 仔细对比R7和R10的话 你能充分的理解什么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以及什么叫做佳能式的刀法 佳能R50相当于是佳能R10的低配版 有黑白两个版本 价格上只比R10便宜了800块钱 但是你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机身握杆 许多常用的功能按键 闪光灯接口 机械快门 间隔拍摄等等各种专业的功能选项 虽然佳能也给它加入了 像产品展示 流式传输这些实用的新功能 但我仍然觉得 多价800块钱上R10是更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而且这个相机在上市的初期 还出现了夸张的溢价情况 让这台原本定位入门的相机 显得一点都不入门 虽然Z30是目前尼康阵用中 最入门的半画幅无反相机 但是它的性能表现和机身质感 都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这是一台非常适合用来日常拍照的相机 体积小 我感好 支出的画质优秀 如果你之前用过尼康的单反 那么一定也会喜欢上这台相机 虽然它也提供了视频拍摄功能 有好用的侧翻屏 但我觉得相比佳能和索尼 尼康在视频方面 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 所以它更适合拍照为主 视频为辅的朋友 拍照这件事情 你完全可以相信尼康 富士XS20虽然使用的是跟XS10同款的传感器 但是借由处理器的升级 视频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最高可以拍摄6K30帧以及4K60帧 而且这次富士给它换上了 续航更好的大电池 优化了对焦和防抖性能 如果不溢价的话 将会是一台很有产品力的半幅相机 那上面这已经发售的4台相机里边 我最推荐的是佳能的R7 就是它的表现最均衡 无论是拍照片拍视频都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等佳能多发一些好用的RF-S镜头了 但是富士的XS20出来之后 我觉得极有可能会撼弄它的位置 所以到底是谁好谁坏的 大家可以等等我后边的视频 全画幅相机相比半幅相机 最大的优势是传感器的面积更大 可以让你获得更好的画面宽容度和暗光表现 以及更好的背景修画效果 而且在选购镜头时 也不需要进行焦距的倍率换算 1万到1万5之间有4台相机给大家推荐 其中有两台它不是全画幅 但是从性能和专业性上 我觉得它们是可以媲美全画幅的 所以也被我加了进来 佳能R8是一款很适合新手使用的入门全画幅相机 在拍摄性能方面跟贵了6000块的佳能R6 Mark II一模一样 只是在一些专业功能方面被进行了阉割 比如单卡槽小电池没有机械快门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身防抖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更多的是拍照 想要一台容易携带画质好的相机 那么R8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松下S5 Mark II最大的升级就是 终于用上了先进的相位对焦系统 在拍视频时不会出现这些那种抽搐或者是跑焦的问题了 这等于补上了松下最后一块短板 松下相机的优点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色彩科学优秀 房东好 交互专业 机身设计一流 非常适合用来进行视频创作 当然它的拍照性能也不差 如果非要说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松下的镜头群相比索尼和佳能稍微少一些 第一代对焦系统的性能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富士XT5使用的是跟富士XH2同款的4000万像素传感器 有非常好的D感画质表现 视频最高可以拍到6K30帧 相比前一代的XT4 在对焦的识别和准确性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而且它这次还采用了一个好用的三项折对屏 如果你喜欢富士这种复古的造型 以及招牌的模拟绿镜风格 对全画幅没有什么执着的话 那富士XT5会是一台很适合你的拍照相机 索尼FX30是一台定位视频创作的机器 有非常酷的电影机造型 而且机身的这些接口和螺孔都很实用 性能方面可以长时间拍摄4K60不过热 最高可以拍到4K120 虽然这是一台半画幅相机 但如果只看视频性能的话 它的画质一点也不差 而且索尼一卡口的镜头群非常的丰富 价格也便宜 是一台非常好用的严肃生产力工具 也是我目前的主力机 那这四台相机里边 我最推荐的是松下S5 Mark II 因为它的性能最综合 那15000到20000预算之间 有三台相机给大家推荐 索尼ZV10000应该是目前性能最强的Vlog相机 A7S3同款的传感器 双原生ISO 夸张的高感 最高可以拍到4K120帧 而借助这次的AR芯片 你还可以在这个相机上 使用许多非常好用的辅助拍摄功能 作为一台全画幅相机 它的重量只有480g 配合这次的动态防抖功能 你甚至可以在这个相机上 使用轻巧好用的半画幅镜头 它的缺点就是长时间拍4K会过热 而且机身的发热情况也比较严重 1200万像素的传感器 对拍照而言像素比较低 而且只有电子快门 索尼A7M4和佳能的R6 Mark II 是两台基本上没有缺点的全画幅相机 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两台相机的表现都很均衡 价格也比较接近 所以这两台相机怎么选 更多是品牌特性的选择 比如索尼在画面的高感和宽容度方面更有优势 在后期方面有更大的空间 佳能在人像的肤色表现 以及植出效果方面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机身防抖更优秀 交互界面更简单 而索尼在镜头群方面比佳能会更有优势一些 因为你有大量的副场镜头可以选择 而佳能这边你只能选择原厂镜头 所以这三台相机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我会选择镜头群更有优势表现更均衡的索尼A7M4 那到这里面向普通人的相机推荐已经结束了 这里面大多数的相机我都制作过详细的购买指南 以及面向新手的教学视频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一台相机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频道中找到相关的视频 什么你说你的预算可以在网上加那么几万块钱 那我这里还有一些更厉害的相机可以介绍一下 Nikon Z8与Z9拥有相同强大的拍摄性能 但体积却缩小了30% 重量更轻但机身依然坚固耐用 足以应对各种严苛的极端拍摄环境 5000万像素最高可以拍摄8K视频 好用的四轴可翻折式显示屏 强大的智能对焦识别系统 新增的HIF格式可以保留更多的明暗部细节 柔和功能可以让您的皮肤看着更细腻美丽 我们没有在这台相机上看到Nikon的Dolpha 看到的反而是诚意 单机身仅售27999 来卡Q3 来卡Q系列的最新丽作 目前稀有的全画幅固定镜头相机 外观依然保持Q系列的经典造型 也就是没有变化 但设计师这次为我们带来了 全新设计的可翻折式屏幕 让您在低拍时依然可以保持一个 优雅的姿态 它真的 我哭死了 6000万像素高达8K的视频拍摄规格 自带Sumlux 28mm F1.7的定焦镜头 家人们 买相机送镜头啊 好用到不像来卡的自动对焦系统 这就是独具一格的来卡Q3 仅售50800元 哈苏X2D 100C 可以拍摄1亿像素的中画幅无反相机 原生ISO低至64 画质细腻 纯净 通透 每处细节都栩栩如生 15级的动态范围 可以呈现281万亿种色彩 相位对焦 自带机身防抖 以及高达1TB的机身存储 好家伙这是卖机器送用盘呀 这是哈苏全方位的进化 这是你通往大师的捷径 单机身仅售54900元 莱卡M11 Monochrome 一台简约低调的相机 一台将摄影推向极致的相机 一台仅可以拍摄黑白照片的相机 用官方的话讲 M11 Monochrome是对黑白摄影的诚挚告白 6000万像素被照式传感器 最高20万的巨大感光度 令人惊叹的动态范围和丰富的细节 搭配双层吸收绿光镜片 成功地将黑白影像的画质 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低调 残忍地隐去红色的可乐 而不 莱卡标志 手工打造的精致机身材质 而且竟然自带256GB的内存 它真的 我再次哭死 这台黑白和名 仅售7万1000元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相机了 为了方便大家的查阅 我还专门制作了一张表格 里边按照使用场景 预算 优缺点 以及官方售价 跟大家整理好了这推荐的所有的相机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大家今天看到的虽然只是170几分钟的视频 但它的背后其实是我过去这半年的工作总结和汇报 我要买相机用相机做各种测试和体验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 请不要利色你的臂 帮我点一点 非常感谢你 我下次做这样的视频的话就要到今年的11月份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误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就是我们的频道也有一个自己的淘宝店 卖的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一些非常好用的高性价比的拍摄配件 比如说麦克风 补光灯 三脚架 副厂电池 相机包 等等 所以如果你买了新相机需要一些拍摄配件的话 都欢迎淘宝按店铺搜极地手机来找到我们购买下单 我们也在做618的折扣活动 最后我想说的是 今年我们终于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去一些我们想去的地方了 经过过去这三年的各种事情之后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 赶紧去做 不要等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无论你现在在用什么样的相机 甚至有没有相机 我觉得都不重要 趁着天气好 趁着心情好 去拍摄吧 这份自由最重要 最后祝大家都能买到一台满意的相机 享受自由创作的乐趣 我是吉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